吉安今年度的阿美族风年祭最大一场盛会 南昌宜昌村两村共同举办的纳斗兰部落风年祭 23号是在南昌村的停车场隆重的登场 南昌宜昌部落风年祭是以勇士丽与美的舞步来揭开的序幕 另外各年龄阶层也展现出不同传统服装和舞蹈 县长徐真伟吉安厢长游淑珍都到场来参与 肯定阿美族祭天祭神祭祖灵庆祝来年能够丰收 由南昌村和宜昌村阿美族所扮演的南斗兰部落风年祭 可以说是吉安厢最善大的祭祷活动 在传统歌谣的引领之下 头目和副头目带领着阿美族勇士们 传承着传统歌谣 40分钟时间环绕大大圈圈当中 游泳兽则是在圈圈之内拿着小美族 为每一位勇士道久传上着祖姓的歌 现在徐真伟将相当于苏珍 县意员李正文就今又也一同来参与 我们看到妈妈的爸爸 还有我们所有各年龄阶层 以及我们妇女干部 一起通力合作 让我们每一年南斗兰移昌的整个部落 真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显扬了我们族人的光荣 以及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发挥 也能够让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好朋友能够看到 在这里本来 来感谢我们的南一昌 还有我们的南岛兰移昌部落 我们的县长徐政卫 为我们开启的设计规划会 以及我们土地都市计划分割的费用总共220万 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来规划我们的南岛兰所有部落 部落聚会所的前置作业 在这个阶段里面 也谢谢三位议员 我们的迪布斯伊赖议员 李正文议员 以及我们在地的周俊佑议员 未来我们的部落聚会所 会是我们南岛兰青年头冠上的 这个头冠会屹立在我们的部落聚会所的屋顶上 所以这是我们期待的 我们最大的吉安部落聚会所 在我们的南岛兰 这里是最传统的原住民部落 有它这个非常显著的年龄阶级 所以8个年龄 9个年龄阶级都在这儿 而且以这个最传统的歌舞 玛丽古达是最主要的主轴 这样的舞蹈可以跳一天 因为现在时代变迁 所以女性的表演也都在里面 但是还是以所谓的传统舞蹈为主 对哪段部落聚会的活动 大家祭天祭神祭祖灵 来祈求花莲和金平安 他是想的肯定 明年的七八月份 就是阿美族部落丰零季年的开始 就由丰零季来传扬祖先百年的传统文化 大家手牵着手 齐齐一躺 唱着百年的歌谣 跳着祖先所传承的舞马 让阿美族的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记得终于解释 我到